最好奇的就是 怎麼會去從波蘭 就是怎麼會去從波蘭 波蘭 十六年前的一個寒冬 源在歐洲的波蘭 第四大城波子南 一個十四歲的小女生 一個人拖著行李 來到了這個國中地理課本 還來不及告訴她的國家 波蘭這兩個字 從來沒有出現在 我的生命裡面過 聽都沒聽過 根本也不知道她在哪裡 那時候小學 小學畢業 所以根本就 所以那個時候純粹 就是因為阿姨的關係 因為阿姨那個時候生病嘛 然後她是我四阿姨 她跟我媽媽的感情又最好 在他們六姐妹裡面 所以她就問媽媽說 是不是可以讓我 也過去波蘭念書 然後就是等於說 陪她唯一的兒子一起成長 因為她知道她往後 要開始飛很多國家做化療 一個剛上國中的小女生 就這樣子 從台中市居然國中轉學 轉到了遙遠的波蘭 波蘭這兩個字雖然陌生 但從小學鋼琴的隨堂 一時記得 那是大師蕭邦的故鄉 對我那年紀的小朋友來講 可以脫離父母的掌控 當然是一個 完全沒有猶豫 但是說好的事情 所以 所以媽媽這樣問我的時候 我就說好啊 然後她又說去撕阿姨家波蘭 那就當然更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就是在這種一種 我覺得是很莫名其妙的狀態下 我就答應了 然後真的沒有多久 大概一個多禮拜吧 我就打包好就走了 說走就走 十四歲的水堂 沒有感覺到 自己身上有著一份重責大任 她一心只想跟那一位 叫波蘭的新朋友說哈囉 一開始在台灣的美好的幻想 對流去的美好的幻想 也在我下飛機的第一刻就幻眠 因為我去的時候是冬天 突然的非常就是震冬 非常冬天的一時刻 而且是嚴冬 因為那邊的冬天 都會零下三四十度 所以當我到那邊的時候 天啊 我覺得這個國家 第一印象是灰色的 整個天空 整個城市 都是灰色的啊 都灰蒙蒙的 因為他們其實是個工業城 尤其是首都 我覺得怎麼會這樣啊 怎麼跟我電視上看的 國外都不同 就一切你就覺得怪怪的 有點不一樣 然後路上的人很清晰的沒有人 第一次感覺到害怕了 害怕已經來不及了 那是波蘭剛脫離共黨統治 白費待舉 工業起步的90年代 從小念音樂班的女孩 卻找不到五線蒲裡 肖邦告訴他的浪漫 接下來日子是更慘 你從起床第一句話 到睡前第一句話 沒有一句聽得懂 都是波蘭文 因為我阿姨他們都不在 他們就是去做化療嘛 可能在美國或在台灣 所以家裡面只有我跟弟弟 然後 當然家裡面有幫我們 請一個保姆啦 就是 但是也是波蘭人 他也不會講英文 也不會講中文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覺得這什麼事件 就是天啊 從起床到睡覺前 你都沒有辦法聽到一句國語 除非我碰到我弟弟 之後開始上學 一些災難 就是 學校也是一個亞洲人都沒有 然後 話聽不懂就算了 同學 你都會想要那個 跟同學打成影片 然後一開始他們也是很友善 碰然也是個非常友善的民族 可是 比方說啦 當他們想要跟你講話 小英俊你聽不懂 他們還會有耐心跟你講第二次 但你還是聽不懂啊 講到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大家都會不耐煩 所以漸漸的 開始很多同學 也不想再跟我講話了 下課終身想起 一個來自亞洲的女孩 孤單地坐在教室裡 心想自己為什麼會來到 這個冰冷的國家呢 說到這裡 隨堂心底 悄悄地捲起了一股成年的孤單 讓他再也忍不住掉下眼淚 我會在學校 誒 開始犯太多事情了 比方說 小事 講小事就好 有時候 可能沒有吃早餐就出門 因為我們在這邊很少都要出門 因為我要大公司在學校 如果很長 我跟一個點多 甚至五點多 我跟你們都要出門 是這種意思 然後到學校 因為沒吃早餐好餓 我都會講過欄文 不敢去福利社買東西 看著麵包就在眼前 就是不知怎麼開口 跟福利社的阿姨說 我要買這個 教室裡頭沒人聽見 這個黃種人 肚子裡發出的咕咕聲 有一天 老師宣布要辦遠足 隨堂腦中浮現在台灣 坐遊覽車吃零嘴的快樂場景 但沒想到那一次的遠足 卻讓他差點送命 然後比較大的事情 就是像學校要去春季旅行嘛 然後他帶我們去爬波蘭的大雪山 對我來說 我覺得那是一個 就是一個郊遊 我把它想得太簡單了 因為沒有人告訴我 那是什麼地方 沒有父母為我準備 那個裝備 所以以至於我到了才知道 滑雪每一個同學 都是穿著滑雪裝 戴著後袖套 毛毛學學來 可是我沒有 我就是非常普通的裝束 然後也到那邊 也來不及啊 也不可能去買 或是什麼的 所以那一次我爬升 我差點爬到解肌 真的很好笑 因為大家有那個裝備嘛 可是我沒有 我就戴一個皮手套 薄薄的皮手套而已 所以真的是動到那個手 謝謝都沒有感覺 然後後來還好是因為 有一個學長他發現 我怎麼會裝備那麼小 那麼… 那麼不足 所以他把他自己的手套給我 所以才安然度過 我的手可以保留到現在 正值青春期的小女生 沒有媽媽在旁邊 教她如何挨過生理疼痛 卻還得一個人 面對心理的受挫 如果不是壓力大到了 無法忍受 這個鄰家女孩 又怎會對母親發飆呢 對家人的一種 我覺得會有 那種… 那種應該怎麼說 對他們的不滿 或是那種怨對 都是在這種小事裡面 慢慢的累積來 所以我剛說到 媽媽他們每天打電話給我 都說沒事啊 因為不想講 因為不覺得將來沒用 就知道有一次 媽媽 我壓了很久 然後有一次爸媽又打電話來 他們就問我有什麼好玩的事情 然後我講 然後當他們再問我說 有什麼難過的事情 或是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我真的是失控被他們打吼 在電話裡面 我說跟你們講有用嗎 講說你們可以來幫我嗎 你們現在可以飛過來 幫我解決嗎 電話那一頭 遠在台灣的母親 聽到了這一句 心裡也在流淚 一個是自己感情最好的妹妹 身重病需要人陪 一個是自己疼在手心的小女兒 電話線了兩端 母女倆靜默了一大段 女兒 總有一天 你會懂得媽媽的苦衷的 所以 可是這件事情 我才知道原來對我爸媽造成很大很大的傷害 因為他們就一直 從那時候就一直很自責 就是他們做錯誤的決定 怎麼會把自己的小女兒 就這樣丟到一個冰淀雪地的國家裡面 然後自己從來都不在身邊 沒有參與她人生最重要的那個青春期的過程 然後直到 我覺得真的是直到 有一次阿姨回來 然後我陪著阿姨去醫院檢查 然後那一次 我還是聽無論破爛的話 可是當我看到醫生跟阿姨講了一些話 然後她就走出去了 然後阿姨就一個人坐在便床上 然後眼淚 什麼叫斷野線的珍珠 那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 就是這樣啪啦…這樣 一直聊一下 我第一次覺得 來是對的 來 之前都在抱怨 就為什麼要來 然後 就為什麼爸媽要把我丟來這裡 然後 學校也不開心 這國家看起來也很不開心 因為冬天真的是很黑暗的一個地方 但直到看到阿姨那一刻 然後我那個時候年紀又小 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但是我發現我可以在她旁邊 一直拍她的背 給她一點安慰的手 我真的覺得 我來是對的 從那一刻 也是從那一刻開始 我沒有再抱怨過 反正之前其實我抱怨得很兇 我還記得有一次 但是 應該說每天 其實我爸媽都會從台灣打電話給我 然後 因為他們也很擔心 因為從來沒有把小孩送出去過 然後 那我每天看不到 我相信對父母來說也是非常煎熬 然後 然後 他們每天就打電話來問我說 妹妹今天過得開不開心啊 然後 有沒有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啊 我就會 跟他們說有啊 然後我自己覺得開心的事情 我有講一遍 或是其實沒那麼開心 我也讓他們安心 我也會 我也會把事情講得比較有趣 謝謝 給他們聽 我的學校還好啦 它是雙語的學校 所以 我那個時候就會把自己的重心 比較放在英語教學的科目上 然後也 還好我覺得那個時候學校 我老師都對我還滿好的 因為他們也沒看過 外國人 因為我去的地方是一個小城鎮 他們也沒看過外國人 所以也會對我特別友善啊 特別好 像 助學老師一開始的時候 考卷都是波蘭文 我真的看不懂 就是 你想答都沒辦法答 老師就會跟我說 沒關係 你畫一張圖給我就好了 所以我很多時候 數學課的考試 我是用畫圖教材 老師也會照樣讓我過 我後來漸漸有找到該怎麼 討好這些同學 打進他們的圈圈 因為他們那邊是一個物資 很貧乏的一個國家嘛 所以 我後來發現我每次回台灣的時候 只要買一些很新鮮的小文具 很漂亮的包裝的 不管橡皮擦 鉛筆 原子筆 或是那種筆記本啊 或是一些漂亮的貼紙 他們都覺得好新奇喔 然後覺得很喜歡 所以 我就常常跟馬拉講 幫我多記起來 然後再去學校 給同學 送給同學 所以就漸漸漸漸的 可以融入他們了啦 然後也隨著破蘭文 越來越快 然後學得越來越快 然後越來越好 後來就不太是問題 我其實我破蘭的話 大概沒有一年就很溜了